啊这这这这弹幕也太多了 哎小心 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板娘小薇 我跟你们说啊 每次在这个评论区里 都有人花式催我发弹幕游戏的 我看了你们根本就不是想看游戏 是想看我被音乐 请这个啊 真好啊 最近这个爆裂魔女公厕了 今天呢就让我来挑战一下 她的地图和难度 我想啊 我应该是不会被队的 你们觉得吗 众所周知啊 游戏厂商倒闭了 都可以转型音乐公司 当然这是一句玩笑话啊 但也揭露出了一个游戏公司之间 互相内卷的现象 究其原因呢 就是当前大家玩游戏的品位 越来越高了 非常乐意看到啊 今天这家的游戏出了个动画 明天那家的游戏出了场演唱会 总之 卷都给我卷起来 然后玩着玩着就突然发现 爆裂魔女这游戏 每一关的战斗背景音乐 它都不一样 关键还有点好听 此时一个大胆的想法 出现在了我的脑海里 就是我想把这个BGM 做成我明天早上的闹铃声 你说起不停 于是我一疯 好家伙 又是一个被游戏耽误的音乐公司 原创 有专辑 浓厚哥特风 而且在游戏里 伴随我这个剧情的逐渐发展 还能有变化 所以我看我这不是来玩游戏的 明明就是来听音乐的 从此以后的每天早上 周一是激昂的战斗曲 周二带一点史诗和使命感 周三换成淡淡的忧伤 每天都有新发现 一天一变身体 那说起这个音乐 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游戏相关的一个MV 叫做《白夜协奏曲》 是林渊大达用游戏中自创的 《夜英语》演唱的一首歌曲 那MV剧情和给人的感觉呢 给没看过的小伙伴简单介绍一下 就如同游戏的例会 那是真行啊 有的人玩游戏可能爱看大目滑不滑离 有的人可能爱看地图难度高不高 那我承认啊 以上玩游戏的原因 我都不是 别看我现在心里股过关 认认真真挑战 全是为了我能早日抽到各个魔女 极其角色和解散法 那是真的好看呢 你看看 怎么会有这么白的镜子 这么黑的翅膀 光看这些里会相信有人能懂我 那这么多的魔女呢 有防御型的 有辅助型的 随即组合基本都能过关打过boss 虽然我现在只有一个SSR 但其实我挑战起来好像也没什么难度啊 就是看着一排排的魔女小改改啊 说不心动嘛 那绝对是我骗你们的 你们懂啊 只有光看基础皮肤都那么好看 那不抽几个 是不是对不起我黑脸味的称号啊 小孩子才做选择 我全要 而且抽到之后吧 他们各自的弹幕类型 功能颜色还都不一样 那打起boss更是五颜六色 五花八门 五五五五彩兵分 看着多有劲啊 而且每个魔女有自己的故事和基本关系 完了你喜欢谁 还能在主界面混成谁 我今天不多抽 只求给我一个鸭嘟西亚 单体增伤型魔女 打血后的boss 攻击时间越久伤害越高 关键还长得超级可爱 谁不想要一个又可爱又暴力的小魔女呢 我去不容易 她终于来了 来试试手感怎么样 新出活动第六封印 讲的就是关于亚努斯亚的故事 你看这弹幕密密麻麻的 哎 不小心被打到一枪 没关系 刚开始嘛 看他的攻击啊 一直是一条白色的线 确实坚持越久伤害越高 啊不对 我一定要问个人 打风 那时候才放得出来 现在新小怪还是会用群攻的 你们说是吧 看 这就轻得很舒服了 现在弹幕又密集起来了 我躲 我再躲 打不着吧 那我再开个大 我去 一直小心没注意 快乐星没了我才开大 那这个是boss吗 看这攻击好像是他 再换一个魔女 哎呀换错了 nice 轻松解决 小怪很多啊 没关系 换群攻的上 其实游戏可以挂机 自动战斗放大招的 但我呢 还是喜欢自己操控 这样才有感觉 你们说对吧 别看弹幕很多 只要看好自己的位置 都能躲 被打是不可能被打的 我去啊 这里怎么过 我有横跳吗 要不直接来个大招清怪吧 看敌人都在一条线上的时候 还可以换亚努斯亚 又快又准 是成三吗 来boss来了 大招上 我去 这伤害 boss瞬间没啊 好了 地图难度呢 你们也都看到了啊 挑战下来感觉手感啊 也还行 主要是角色利会 真香啊 那下次呢 我再换这个角色试试看啊 毕竟我魔女多了 哈哈 如果你还有什么想看的游戏挑战 也欢迎在评论区中给我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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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